Hello,大家好,我是Mr.Shark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是2020年的9月30号 9月的最后一天啊,星期三 明天就是10月1号中秋节 所以在这里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今天呢,我仍然是来聊一个 最近,又是在最近跟米兰扯伤关系的一个 足球运动员吧,一个后卫啊,中卫 那就是日本的国脚啊 富安渐阳,那首先呢,我是从这条新闻看到 从Supreme Milan,他这条新闻看到 因为小罗马,因为穆萨基奥,因为多尔特 现在都不能用 所以米兰现在只要再受伤一个人的话 后卫线上中卫就会陷入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状态 所以米兰现在正在跟波罗尼亚在进行一个谈判 所以,而且最近好像是球员本身也是愿意来米兰 所以这里先看到啊 富安渐阳,他是1998年11月5号的生日 日本竹鞋注册,今年21岁,一个1米88的身高 然后惯用脚是一个双足怪啊,左右两只脚都可以 然后他上个赛季,第一个赛季来到一甲的时候 因为当时一个亚洲球员转会 然后我就也是比较关注 他最开始其实是打的一个右边后卫 跟那个九井红树其实是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赛季好像上赛季中后段 然后加上这个赛季就变成了中卫 可能是Sofar score也对他不是很了解 所以就没有写明显的优点和弱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上个赛季19-20赛季的一个热区图 你看到没,他其实是一个边后卫 进攻型边后卫的提法 死死的抱紧了边路 总共上场了29场 然后29场首发长军上场87分钟 一个进球三个助攻的一个数据 那既然是一个中卫 我觉得就要和我们的中卫来做一下对比 这是小罗马 19-20赛季的一个数据 35场出场 35场首发长军88分钟 一进球零助攻 在进攻数据上是弱于富安建阳的 那么看到下面 首先我们直接来看防守数据好了 我觉得防守数据是比较直观的 米兰小罗马有11场临风 富安建阳只有两场临风 但是场军抢断小罗马是1.6次 富安建阳比他多了0.1次 1.7次 场军惨球 富安建小罗马是1.3次 富安建阳是1.4次 也是高于小罗马的 赢得球权 小罗马场军是0.1次 富安建阳场军是0.2次 然后场军过人 小罗马是0.3次 富安建阳是0.7次 然而场军解围 小罗马是胜于富安建阳的 是4.3对上2.3 失误导致对方射门都是一次 失误导致失球 0 然后被判点球 小罗马一次 富安建阳没有 然后过人数据就更惨暴了 1.1对上0.1 一个66% 一个50% 对抗成功是60% 对上54% 就亚洲球员嘛 身体对抗确实是不如 欧洲球员 这是和一个小罗马的一个对比 然后看到克雅尔 克雅尔只有四场零封 然后1.1对上1.7 这是抢断 1.6对上1.4 这是惨球 赢得球权0次 这边是0.2 场军过人0.5 这边是0.7 场军解围3 这边是2.3 就可以看到上个赛季 因为富安建阳打的是 打的是一个右边后卫 所以他的在解围这方面是 其实是不如中卫的 然后15被判点球一次 15导致丢球一次 这边都是0 过人0% 这边是66 然后地面对抗 也是稍稍的忧郁啊 只有身体对抗方面 富安建阳是弱于我们 现在的两个主力中卫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到 如果对比右后卫的位置上 一进球一助攻 同样富安建阳是高于 卡拉布里亚的上个赛季的 四场零封 对上两场零封 0.8对上1.7 这是抢断 2.1次惨球 对上了1.4次惨球 惨球的方面啊 拦截惨球这方面 卡拉布里亚是做的更好 赢得球权 卡拉布里亚0.1次 富安建阳0.2次 然后场军过人 卡拉布里亚一次 富安建阳0.7次 场军解围 1.4次 对上2.3次 你看我们米兰的右 右后卫这个位置上 其实解围比他更少 然后下面的数据是一样的 但是成功过人次数 卡拉布里亚就明显不及 富安建阳了 他的过人成功率是更高 然后但是同样 我觉得富安建阳就是 身体对抗 但卡拉布里亚 你不能看他的空中对抗 去拿和富安建阳的空中对抗比 卡拉布里亚才1米77 少了整整11公分 那么对比孔帝来说的话 孔帝的数据是比富安建阳好的 上面两项强断和强断和产球 都是强于富安建阳的 赢得球权0.3对上0.2 也是赢过他 场军过人1.2对上0.7 也是赢过他 然后解围也是少于富安建阳 然后下面被判了一粒点球 但是你看过人成功数据和对抗数据 然后富安建阳的对抗是比孔帝强的 所以我觉得买来 买富安建阳 一是在两个右后卫都不行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直接拿他打右后卫 但是你介于他的这些数据 我觉得是比较偏向于他 更该使用他来打一个中卫 毕竟1米88的一个身高 那接下来这是一段富安建阳的极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极井 就是数据层面上 我觉得他是完全有能力 现在在米兰踢上球的 比加比亚肯定是强 对吧 比加比亚肯定是强 那所以也希望他能够转会成功吧 这是继本田归佑之后 又一名我们亚洲的球员 日本球员 来到了米兰 而且在我看到他的长船的 就是他的长船是有一手的 而且他射门 包括对米兰的那个远射世界波 你可以看出他射门 不是那种典型的后卫脚 后卫射门 他的射门还是有准头的 上个赛季是富安建阳登陆一甲的第一个赛季 然后这是他第二个赛季 才21岁的一个年纪 非常年轻 但是已经踢得相当成熟了 在防守方面 你看他这个防守就是封边的走位 已经非常相当成熟了 而且他的船中也是有的 有船中有内切 如果他打右边后卫的话 威胁也是我觉得是有的 你看这个长船 你看刚刚那个长船 我的天 我的天 变 虽然越位了 但是真的 你看这个长船 富安建阳也是 我就是去年玩实况足球 包括足球经理 喜欢用的一个球员 工资不高 身价不高 好用 潜力还不错 就这个球 打米兰金的 你看他的脚下衔接 衔接的速率非常的高 就是他没有多余的停顿 你看一切 直接都打了 就连贯的非常 就是连接的非常快 然后有转移 有向前 有横向的调度 也有向前 你看 这是他的一个助攻 你看向前的这种穿透的这种起高球 这种长船冲掉 他也是能打的 我觉得 一步回归之后 如果富安建阳真的来了 这种长船 直接掉 找一步 或者是雷比奇冲起来 或者是那边特奥插上冲起来 很美的 包括这边前场 不管是迪亚兹 还是说 萨勒马克 是冲起来 真的 富安建阳 我觉得就是双出球后卫 没毛病 好吧 双出球后卫 没毛病 在小罗马上了这段时间 富安建阳加科亚尔 两个出球后卫 然后小罗马回来之后 就三个 这三个强的 富安建阳 小罗马 加科亚尔 竞争上岗 就是不要再有铁打的阻力了 一定每个位置都是要有存在一个良性的对内竞争 而且帕奎塔也是以一个两千万的身价转回去了里昂 应该是已经是一个down deal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 应该还有两笔因缘啊 米兰 豪格来了之后 应该富安建阳 然后米兰这个阵容就真的是第一未来可期 现在也是有作战力的 然后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 对我们球迷来讲啊 享受的一点就是可能他们现在 这一批小将 现在可能他们还没有什么化学反应 可能在赛季初期并达不到多多么强 但是在赛季中后半段 甚至下一个赛季下下个赛季 你可以看到这是年轻的阵容爆发出来的冲击力 以及他们 就是我们陪着他们一起成长 我们肯定就是作为球迷 你其实是很快乐的 对吧 我其实就是豪格最近我是看他的东西看的比较多吧 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未来会成为巨星的一个人 就是踢球带脑子 对吧 真的 这只米兰真的把这些年轻球员搞来了 这个舰队思路是对了的 把这些年轻球员搞来了 真的是一个未来非常 就是一直有未来 而且未来并且是有实力 而且能重返欧洲巅峰的一支球队 他们用的这些人 再加上皮奥利 加上整个米兰的教练团队训练团队 我觉得可以把他们 让他们慢慢进步 成为一支能打欧冠 并且能回到曾经米兰巅峰的一支球队 就是现在我们 就跟隔壁相比吧 就这么说吧 跟隔壁国米相比 你看 国米这次搞来一帮土匪吗 现在国米的中场 什么纳因格兰 什么比达尔 就一帮老B 就看着好像作战力确实很强 现在完全中场 中场一帮土匪 但是其实这样 这样的满人是没有未来的 就是 我也不把话说死了吧 但是我觉得国米这样 这样搞的话 接下来 孔帝被开除之后 孔帝肯定不会 好好地解约 我把话放在这 肯定是被开 而且会和国米闹得不欢而散 那到时候 国米 孔帝带来的这些人 这些已经30多的人 国米该怎么去解决 他们的薪水 这么多 国米到时候怎么处理 有没有球队愿意接手 这些是给国米留下了 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 我觉得米兰现在真的是走在了 正确的道路上 就 路没走错 现在就看接下来的掌舵人 皮奥利 以及整个高层 对不对 我们整个高层 具体来怎么操作了 现在 兵 将都 兵已经给他们买好了 将领也有一个 我们相对 近几年来说吧 相对比较满意的一个将领 包括他最近打出来的 这一连串不败的战绩 已经 平了安切落地 甚至好像会 已经操了还是没操 我没太注意观察这个 数字 我就是觉得现在 天使地利人和都到了红黑军团 应该重返欧洲巅峰的时候了 对吧 豪门都有落寞 落寞的时候 国米也是从 也是再一次重返的欧冠 对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 就是 我个人这么觉得 天使地利人和 一切的一切 包括上帝都在告诉我 现在就是 米兰该重返欧冠的一个赛季了 所以我们 真的 富安建阳这些处理啊 真的他打边 右边后卫也不见得不行 他进米兰的那个球就是右边后卫插上之后一个内切 然后打出来的一个世界波 然后打中卫他防你看上一场打米兰 他是整个博罗尼亚防守最在线的一个人 而且他来了米兰之后 我觉得还能再掌球 还能再掌球 就从训练的角度 不管是训练的设施 还是教练团队 我相信像米兰这样的国际俱乐部 像这样的豪门 他们拥有的师资力量 他们的米兰的这种 怎么说呢 第一是场地 第二是设施 第三是教练团队 肯定是优于博罗尼亚的 就我觉得 这名日本球员 他自己也已经准备好了 通过一个赛季证明了 自己是在可以在五大联赛立足的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 现在我觉得对于他个人来说 甚至对于日本足球来说 都需要证明年轻的后卫 积攒更多的经验 来到更大的舞台 如果日本足球 真的要像日本足写所说的 2050年 要拿世界杯冠军的话 我觉得就要更多的 把球员往欧洲输送 更多的把球员往豪门进 米兰 我觉得这次和富安静阳 如果能成这笔交易 是一笔非常不错的交易 那同样 我这期视频就大概做到这里 还是最后再说一下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然后我们10月6号 会有一个球迷连线 我们大家一起来谈一谈 聊一聊 那这个连线会在discord上面 然后discord地址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 那个简介栏里面 然后特别是 YouTube的网友 我看到 我觉得就是大家看了 还是订阅一下 好不好 订阅一下 点个赞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还是蛮重要的 然后你们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然后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欢迎在留言区 或者是bilibili里面 留言区和弹幕和我讨论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